还有别的理由 还有啊 这个文化差异 生活习惯呀 他们外国人拿着这个结婚离婚不当回事 你对宝宝的印象就这么不好吗 说句实话 他上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挺好的 哪儿好了 你看看 这个大长头发 他宝宝 这么个大小伙子叫宝宝 捡了可以吗 宝宝不叫了可以吗 可以 还有什么 其实阿姨担心的一些事情 确实客观的存在 但是可能阿姨现在的情绪呢 可能有点激动 所以呢 考虑问题呢 可能就不会太冷静 是吧 刘大姐也有这样的因素吧 毕竟自己带了这么多年的女儿 两个月就被别人拐跑了 对呀 因为我本身就是担心嘛 所以我就不希望我女儿 再走我的这个回头 我希望我的女儿开心 坏了 我在这一点上 真的非常支持我们这位漂亮的阿姨 我觉得她以自己的前车之鉴 就不希望女儿重蹈固涉 在国外月光一族 挣多少花多少 自由职业者 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中国不行 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保障 可是这小伙子 不好意思 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可是这小伙子现在有什么 损款没有 他说未来会有 北京有很多这样的男孩 什么都没有 这真是化饼充饥 这工作那么好找的吗 在北京好多北票的男孩女孩 都没有车没有房 因为北京房价就是那么贵 办车班就是那么的难 但是那我们不能说没有车没有房 我们就不吃饭了 不生活了 父母这样要车要房子 也是为我们好 但是我们不能说爱情来了 我们就单顾着吃饭 爱情就不要了 如果这辈子这一个人活到老 没尝过爱情的滋味 那活着有什么意思 那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觉得这种高调 每个人都会唱 我觉得超过爱情的味道 你才知道人生的恋爱 我觉得他们谈恋爱没有问题 但是谈到结婚这个问题 爱情和面包必须两样都能兼得 你让你的未来的 丈母娘的养老怎么办 你将来拿什么养孩子 这都是实打实的 你能用空气吗 你能说我爱你姐姐吗 她愿意为您的女儿改变 那您为什么不愿意 给她一个机会呢 我觉得等你改变了 你再来求婚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想求婚 我觉得就这事 显得她特别不靠谱 你给她的乐 她自己不能够机会 她非要吃了重踪 获取了人生的一些 所谓的感悟 她才会理解真正的幸福 你现在最关键的是 把你和你女儿之间的矛盾 上升为了主要矛盾 所以她更会跟她近 如果你让他们俩在一块 你退出来 让他们的矛盾 上升为主要矛盾 他们反而会看清楚 自己的感情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也没那么封建 我告诉你 待会的告白时间 你不是跟你的爱人告白 你是跟你的丈母娘告白 所以你的告白的主要内容 是让她放心 我准备了一个礼物 可以给我准备一下 两分钟 你准备一下没关系 千万别是惊吓 是吧 不是妈你非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啊 不用这么说 这么说话 你难道真的要我离家出了 你就高兴了是吗 你听听听 这都怎么说话呀 你这是跟妈妈说话吗 你说得我气死 别吵 别吵 你就是因为出现这个人以后 你的胆子变大了 敢跟妈妈降嘴了是吗 原来不认识他之前 从来不跟妈妈降 我觉得他挺好的 他哪好 他哪好了 他哪里都好 他就哪里都好 我就是喜欢他 喜欢他 喜欢他当饭吃 当衣服穿是吗 喜欢他跟他走吧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我 不用吵 那个 就是我 能不能不要生气吗 就是 现在他们俩吵架 你做何感受 肯定难受 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吧 将来如果再次出现 他们之间这样的问题 而且是因为你 你怎么来摆平呢 我只爱他 他爱我 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妈妈不同意的话 我真的 我已经 我真的很辛苦 知道吗 因为我 我特别一直想和他聊天 想和他见面 就是慢慢聊天 不是吵架那种的感觉 不是因为你 我抚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马上就要被你歪跑了 这不是因为我知道吗 不是因为你 因为谁啊 就从你出现以后 他开始变得 那我问你 你一直说 给我降嘴了 你一直说 你特别希望你的女儿开心 对吧 你以后我们开始 在一起的时候 你以后见她的时候 你有感觉她开心吗 她开心吗 你拿什么让她开心啊 我知道 妈你去给我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生活 可是你知道吗 我内心 真的想的是什么吗 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你知道吗 很享受 快乐的生活 开心健康吗 妈妈 这不都是为你好吗 小时候 你跟我爸离婚 你为了不让我跟爸爸见面 我跟爸爸上个空空聊天 你都不让我聊 把我所有的心情都给删除了 小时候我喜欢画画 你非得说画画不算什么艺术 非得说按照你的意愿 唱歌跳舞才是艺术 可是你知道吗 唱歌跳舞 我并不是很喜欢 我考大学的时候 想考到南方去 想报考旅游专业 可是刚考志愿的时候 你是硬生生的把我的志愿给改了 改成护士专业 工作你给我安排了 我所有的路都是妈妈 你给我铺好的 妈妈就是希望 你真的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可是我遇到宝宝 他让我知道 我应该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他有什么好的 你看看他有什么好的 他真的挺好的 挺真诚的 然后对我特别好 特别爱我 妈妈从小一手 把你拉扯大了 我不希望 他再把你 我身边夺走了 我知道我理解你 妈 但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真的已经长大了 我需要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希望你能尊重我 尊重我的想法 感觉能当饭吃吗 感觉能当衣服穿吗 你喜欢他 好跟他走吧 走吧 你们俩先沉静一下啊 我们似乎看见了 如果这个家庭将来 如果能够走到一起 可能会出现一些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来教一教宝宝 你其实很爱小韩是没错 可是因为你的存在 而使他们原本很幸福的家庭破坏了 当你不能够把一个幸福带给他们 让全家一起幸福的时候 那我觉得那一刻你应该退出 因为就这样的话 才代表你真正的爱他 只有你爱一个人 你才会希望那个人幸福下去 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 你不应该跟他再起 你应该退出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不同意你问 因为阿姨 我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 您一直怕女儿受伤 您给他设定他不想过的生活 是按照你一步一步的 去给他设定的生活 让他去做 你有没有想过 您的女儿愿不愿意过这种生活呢 直到他遇到了这个宝宝 他才真正的明白生活的意义 懂得了什么叫做爱 所以我觉得您应该 所以我觉得您应该 试试放手 让他们真正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妈妈就是不希望他走弯路 给他把宝关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快乐 和真正的幸福 不是看他有多美 或者他有多少钱 其实是你因为这段爱情而快乐了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好多中国的男孩 未必能做成宝宝这样 真的 可是我非常的不同意 婚姻只遵循快乐二次的原则 我觉得这个女孩 为什么会一下子扑向宝宝 就连自己母亲的眼泪 都不再顾及了 是因为她原来一直在温室里 她从来不知道 到丛林中谋生有多么的艰辛 你如果不能从他人经验中 汲取到自己未来的一个形式准则 就只能你自己撞的头破血流 然后你再回头了 这个是妈妈不愿看到的 但我想她终将看到 其实我想给你提一个意见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和宝宝在一起 并且让妈妈同意你的话 你下次不要那样跟妈妈说话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一起来讨妈妈的欢心 或者是说做一些让妈妈开心的事 我觉得妈妈也不是那么的铁石心肠 肯定会同意你们的 其实上我已经开始理解 开始于老师和智琳姐所说的这种文化差异 但是我认为不是不可以去调解的 当宝宝的出现的时候 母女间曾经的亲密无间出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的问题就是在于 你们两方宝宝和母亲 以及女儿和母亲之间沟通的方式问题 和沟通的技巧问题 这个才是你们在接下来 未来的生活当中需要去考虑 前家说到了问题的药汉 如果你们这三个人将来要走到一起 你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 而不是天天吵着吵着就能吵在一起的 你说呢小韩 是 接下来是宝宝和小韩的告白时间 妈 其实刚刚很多 我听了很多老师给的意见和建议 我觉得我可能做错了 是我太冲动了 刚刚真的是太冲动了 妈 对不起 妈妈说的也不好 妈妈对的也不好 刚才妈妈语气也重了 其实我 我知道我妈特别的不容易 小时候我们家里边条件特别不好 然后她 永远都把最好吃的留给我吃 小时候她 她为了多挣钱 一个人打了三门工作 我知道 妈你就是给我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生活 一点苦都不让我受 谢谢妈 我知道 你很爱我 我们都一样 我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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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